大家好,歡迎周廷AEA頻道,今天是2021年11月3日 先來看看一些商業消息 Nike有一個叫首席可持續發展官的職位 這位人兄最近在英國舉行的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期間 透露Nike會進一步在越南擴張投資 另一名高級管理人員也表示 現在越南近200間承包了Nike訂單的工廠 已經陸陸復恢復生產 所以出貨進度會逐漸恢復 其實Nike我們早前也有說過 最近一期的業績表現得相當不錯 因為Nike做多了網上銷售 市場市場市場很成功 在氣候峰會方面有什麼其他的消息呢 越南和英國公司簽了不少合同 例如月哲航空和盧斯萊斯簽了價值4億美元的合同 購買路斯萊斯飛機的發動機 河內的一間公司也跟牛津大學簽了一個量解備忘錄 就是關於研究教育發展方面的投資 我們再看看其他消息 越南採購經理人指數在連續四個月下跌之後 在10月份突破50點關口 我們經常說50點是一個性需分界線 突破50點就證明有擴充 所以顯示現在製造業有所改善 不過依然有不少廠家都表示 他們的工人仍然還沒回到工廠區 所以我相信本身在工廠能夠提供住宿給員工的稍微有規模的工廠 才可以很快地拿回訂單去生產 我們再看看關於基建的消息 越南南北高鐵 越南南北高鐵 2028年有機會開始建設 這條南北高鐵去哪裡呢 當然就是連接 越南兩個最重要的城市 河內和胡志明市 越南北高鐵去哪裡呢 越南交通部長在星期一的一個會議上 就是說這個計劃等待中央政府和國會的批准 建設方案是先從河內建到榮市 另外胡志明市建到牙莊 這是第一步 總成本預計是112萬億越南盾 大概美元是49.3億 全條高鐵預計達到1545公里 最高的時速可以去到320公里 目前其實越南有7條主要鐵路 政府計劃去到2030年會再新建9條線路 希望去到2050年是擁有25條線路 我們講講關於股市的消息 越南指數星期二再次創下歷史新高 來到1452.46點 主要受惠就是製造業復甦的消息影響 所以令到市場情緒相當高漲 推高這波股市似乎都是越南國內的投資者 因為外國的投資者是連續第二個交易日成為了剩賣家 升幅最為厲害就是一間叫做越南橡膠集團GVR 足足單日升了7% 我們早前經常提到運費很貴 運費貴 哪些公司受益呢 當然就是這個船運公司 最近一些船運公司公佈業績 果然他們的利潤有相當好的增長 例如一間越南海市公司叫VIMC 第三季度的收入達到1.794億美元 同比增長七成 早前科士商業新聞都有提到 由中國去美國西岸的標準商 運費是20586億美元 比起以前正常情況下 至少貴了一倍 甚至乎更多 最後報疫情 今天新增確診是5613宗 多謝你們收聽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